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庭就面临了三次的破产 在我小时候 我家里有三次的破产 我爸爸有无数的外遇 我爸爸有无数次的外遇 他从教会的执事长老 由教会的执事和长老 掉落到有鱿鱼症 跌入去有抑郁症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 家里是养活不了我自己的 所以从小就知道 家里是养不起我的 所以我在16岁的时候 在我16岁的时候 我就选择要追求世界 我就选择要追求这个世界 我就考进了 新加坡最好的电影学校 我就考进了新加坡最好的电影学校 起初我是想做音响的 做录音师 一开始我是想做录音师 可是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但是当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我就问我的校长 我问我的校长 谁赚比较多钱 谁赚比较多钱呢 录音的 录音的 还是拍电影的 还是拍戏的呢 我校长说拍电影的 校长就说是拍戏的 那我就立刻转系 我就马上转系 所以我是不是因为我爱拍电影而去读电影 不是因为喜欢拍电影所以去拍电影 因为我知道我人生我需要钱 因为我知道我人生是需要钱 所以我就抓住世界 我就抓住世界 我能把作品拍得多专业多好 我可以把我的作品拍得很专业很好 然后甚至于当我学会拍摄之后 当我学会怎样去拍摄之后 我有一点小成就的时候 当我有小小成就 我就非常骄傲 我就非常骄傲 我就开始批评别人 我就开始批评别人 我就会说我要成为新加坡最好的导演 我就说我要成为新加坡最好的导演 我拼命 我拼命 拼命地赚钱 拼命地赚钱 拼命地向上爬 拼命地向上爬 在20岁的时候 在我20岁的时候 开了一间广告公司 我自己开了一间广告公司 24岁的时候 24岁的时候 进入可以半退休的状态 我已经可以半退休的了 我就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可是我其实一直在逃避我家 其实我一直逃避我自己的家 常年在外跑 我常年都是在外面跑 我没有有一个安居的地方 我没有一个安居的地方 我跑到哪个国家 我就在那边交女朋友 我无论去哪个国家 我在那个国家就会有女朋友 我从来不想要安定下来 我从来没有安定下来 哪里有钱赚我就去哪里 哪里有钱赚我就会去哪里 所以我就一直追求跑 追求世界 我就一直追求跑 来追求世界 一直到神呼召我 直到神呼召我 我24岁的那一年 我去了一间六一的分堂教会 在我24岁的时候 我去了一间六一一分堂 虽然我当了全职同工 那里我是全职同工 可是我放不下世界 但我放不下世界 我还是在那个同样的模式里面 在那边追求 我仍然在同样的模式里面 在追求 我也没有办法相信和信任我的权柄 我没有办法相信和信任我自己的权柄 因为我都觉得我爸爸都这样了 权柄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觉得我爸爸都是这样 我的权柄都不会去到哪里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跟权柄也闹翻了 在很短的时间 我就和我的权柄就是炒翻了 就抱着我伤害离开了教会 抱着自己的伤害 我离开了教会 我记得我离开六一的时候 我记得我离开六一的时候 我说我从此也不会踏进这间教会 我说我从此再不会踏进这间教会 然后我就去了 我小时候的一间教会 继续的服侍神 我就去回我以前小时候去的一间教会 继续的服侍神 然后在那里我就遇见了Jolin 在那里我就遇见了Jolin 我们相爱结婚 我们相爱然后结婚 可是我们结婚的七年里面 但是结婚七年里面 我们的感情和沟通都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感情和沟通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一直服侍神 我一直的服侍神 拼命地服侍神 很拼命地去服侍神 我以为这是好的是对的 我以为这是好 这是对的 我牺牲我们的婚姻去服侍神 我牺牲自己的婚姻去服侍神 拼命地往外跑 很拼命地向外跑 做特会 愈做愈大 愈的特会愈做愈大 希望全世界的牧者都会认识我 我希望全世界的牧者都认识我 我做到我没有睡眠 我睡到不需要睡 我做到不需要睡 然后一直到四年的有一天 我得了恐慌症 有一年我就得了恐慌症 我情绪很紧张 我的情绪很紧张 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每一晚都睡不着觉 很想死 很想去死 我每天晚上只能开车 每一晚我就在开车 然后就拼命地开 拼命地开车 因为我知道我停下来 有红绿灯的时候 我需要停下来我就会有恐慌症 我知道你如果撞到红绿灯 是红灯的时候 我停下来我就会有恐慌症 就会发作 所以我晚上都在闯红灯 所以其实每一晚我都在闯红灯 从12点可以开到早上7点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婚姻很糟糕 当时我们的婚姻很差 所以很长 Jolin就太不管我 她就去睡觉了 所以很长的时间 Jolin都不管我自己去睡觉 如果她陪着我的时候 如果她陪着我 我的恐慌症在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内就会 靠下来 我的恐慌症在一两个小时内就会平静下来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她没有陪我 我就一直冲到早上 我就一直去到早上 然后我就开始嗑药 我就开始吃药 安眠药 可能是安眠药 我就开始嗑恐慌症的药 亦都不断地吃这些恐慌症的药 在新加坡 这些药是要医生批的 其实在新加坡 这些是你要医生处方 我就在外国 饮进了大批的药 我就在外国买入了大批的药 我就开始 靠着这个药来生存 我靠着这些药来生存 没有人知道 是没有人知道 我还是拼命的服侍神 但我继续拼命的服侍神 一个月飞最少两次 一个月至少要飞外国两次 没有在家 不在家 然后一直到 我们回到六一 直到我们回到六一 回到六一之前 在我们回到六一之前 的两个月 的两个月 我发现到Jolin有外语 我发现Jolin有外语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选择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选择 是不是离婚 我们应不应该离婚呢 还是来到香港 还是来香港 当成没有一回事 就当我没有那件事 继续来服侍神 继续来服侍神 小时候 在我小时候 我 had depression 我亦都有抑郁症 and my parents went to pick me up from school 当我爸爸妈妈 接我放学的时候 从一旁返回家 他们没有说什么 放学回家的时候 他们什么都不说 直到我们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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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 他们会跟我说是 第一件事 他们会跟我说是 do you know how shameful it is for us to come pick you up 你知道对我们来说 要接你放学是多么羞恥的事吗 I think it was then I realized I can't rely on my parents 我知道我不可以靠我父母 not for comfort 不可以靠他们有安慰 not for money 不可以靠他们有钱 not for emotional support 甚至不可以情感上的支持 So everything I became very independent So everything I wish to enjoy I will pursue I will not rely on my parents to offer me all this So when Wei Min and I we got together and from the beginning I said my love language is quality time So I一早就告诉他 我爱的言语 就是要有优质的时间 Wei Ming told me He has no time And so we came to an agreement So we came to an agreement That when I need time He will give it to me But obviously that didn't happen So eventually we got married And even in our fights It's always one-sided When Wei Ming had something to say about me He will just continue criticizing And I will reflect I will eternally reflect But when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about Wei Ming He will just say Let's not fight So I will get very frustrated So I get so suppressed Every time I want to bring up something As long as it's something bad about Wei Ming If it's something bad about Wei Ming If it's something bad about Wei Ming He will just say Let's not fight So it became like I'm the bad person I'm the one that's picking on him So I get more frustrated And I started raising my voice And he will just tell me Don't shut So it doesn't matter what I said He will just silence me with don't shut So I started to give up on our marriage And when Wei Ming started to go on his travels Someone started texting me as well And so I went into the mood of finding my own pleasures So I just wanted to find my own pleasures So even when Wei Ming had panic attacks I was very frustrated I was very frustrated In my mind I was thinking Why is he so troublesome I just thought Why is he so麻煩 Like for the smallest things He will go into panic attacks Even when we were in the car driving Just when we were in the car driving I can't disagree with him I can't disagree with him a single thing I can't disagree with him a single thing Or he will go into panic attacks I can't disagree with him And he will threaten to crash the car It was a very scary moment And so I realized I cannot rely on this man but at the time because we had a house I couldn't divorce him so I was stuck so we were married in name but not in relationship eventually we overcome this we realized that the panic attacks calmed down when I was with him so I started to accompany him from seven hours he came down to one hour and could sleep eventually we got involved in ministries and we still continue to serve everyone was so impressed with our relationship but it was all fake eventually we came to 611 and when Weymin found out about my affair he told me that these two options and we decided to put it down so we decided to come to Hong Kong and in Hong Kong things didn't improve we started also fighting and when fighting in his panic attacks he threatened to throw stuff in full anger and I got more and more scared more and more suppressed until finally we moved house and we started to I stayed below my cell leader and so I felt more protected so when we had fights I would ask him do you want to go upstairs or ask them to calm down so our fights started to improve it's no longer fights but communication so eventually we also went to couples camp and in couples camp we learned that I rated Weymin very low on the score of deep talk So when I started to work on this deep talk so Weymin and I we were able to help how to change the deep talk the teacher has been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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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one day they said they told me they had a lot of kids they had no children they had a lot of kids 其实那一句话 其实那句话 让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是非常撞击我的 非常撞击到我 因为我是出了名爱干净的 我出名就是很喜欢干净 我们的吵架的有一点 其中有一点我们会吵架的就是 就是我老婆会说 你只爱抹地 我老婆会说你只爱抹地 你抹地的时间 花在抹地的时间 多过花在跟我讲话的时间 你花在抹地的时间 多过花在跟我聊天的时间 你知道我每次出去丢个垃圾 每一次我出去扔垃圾 开个门 开个门 我回到家就要冲凉 我回到家就要冲凉 所以我家的水电费是很高的 所以水电费都要比很高 因为我很怕热 很怕热啊 所以我的空调都开得最冷 冷气就要开得最冷 所以当我面临说 其实我开始在想 为什么我的权柄会叫我养狗呢 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权柄要我养狗呢 我知道牧师师母爱我 我知道牧师师母爱我 我知道我小组长也爱我 知道我小组长爱我 他们两个都有狗 他们两个都有养狗 他们有就好了吗 他们有就行了 干嘛叫我养 为什么要我呢 然后我就开始说 我就开始告诉我自己说 他们是爱我的 我就开始告诉自己 他们是爱我的 他们不会讲空话 对我讲空话 他们不会对我说一些空话 所以我开始摸我自己 我就开始摸我自己 我就知道 其实我老婆很多时候都会因为爱我 而放下她自己的舒服 然后迁就我 其实我老婆很多时候会为了遷就我 她就放弃自己她自己的舒适 我知道Jolin是很爱狗的 我知道Jolin很喜欢狗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说 好 我尝试一下 有哪一种的狗类是让我能接受的 我就想想 到底有哪一种狗我是可以接受的呢 然后最后我就找到 原来铺的是我能接受的 我就发现原来贵妇狗是我可以接受的 而且小只的 小只那些贵妇狗 可爱型的 很有趣的那些 那一天牧师就很excited的来他们接受我 有一天牧师就很兴奋地发短信给我 他们说我们看到一只狗 我们看到了一只狗 我觉得你应该领养 我觉得你应该领养这只狗 然后就把那只狗的照片发给我 就让我看那个照片 哇 吓到了 哇 吓到了 是一个阿拉斯加的那种 你知道很大字的 阿拉斯加的那些大狗 然后我说OK 然后他就想我们立刻去看 我们现在马上去看 然后牧师还说我带你去看 我带你去看牧师 罗牧师其实比我还兴奋 那牧师比我更兴奋 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说哇 这只狗好大只 哇 这么大只狗 然后他就说你 你try带牠去散步 你试试带牠去散步 然后我就 我在散步的时候 他就拼命地拍照 他就不断地拍照了 我在散步的时候 然后那天他就跟我说 那天他就跟我说 你这么大只 你这么大只 你不可以养小狗 你不可以养小狗 你要养大狗 你要养大狗 然后我就开始想 我就开始想 我刚刚才克服自己 我刚刚才克服自己 可以养一只小狗 可以养一只小狗 哇 原来你 你怎么看中我 让我养一只大狗 你不看得起我要我养大狗 然后最后我们 最后我们就 我们决定 我们决定 好 我们养一只龟腹狗 养一只龟腹狗 平均的龟腹狗 但是是正常大小的龟腹狗 然后就 然后就来到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有 来到我们的生命 好可爱 他很可爱 好可爱 我们每天带他出去 扑扑 每天我们带他出去 我们扭他 我们就会开始散步 我们开始散步 开始聊天 开始聊天 有时候还吵架 有时候都会吵架的 然后吵架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说 要不要约一下Ruby和巴索 那我就吵架 所以不用叫我们的组长 Ruby和巴索 帮一下我们 可是那是我们 感情开始 真正的发展 但是现在我们的感情 开始真正的发展 然后我就发现了 我既然是能爱一只小狗的 我现在发现 原来我可以爱狗的 然后我的狗就开始成长 我的狗就开始大只了 越来越大只 越来越大只 现在已经超过Favor和Lovely 现在大只过Favor和Lovely了 好大只 好大只 我们好爱他 好爱他 然后因为爱他 我就开始 我就说 其实我是能爱一只小狗的 那现在我就发现 我可以爱一只小狗 那为什么我对我的团队的时候 又这么执着我的专业 那为什么到团队的时候 我很执着我的专业呢 我来了三年半 我来了三年半 不停地跟我的团队有撞击 不停地跟我的团队都有撞击 他们受不到我的爱 他们收不到我的爱 然后我自己又觉得 我是在教你们 我就觉得我在教你们 为什么你们会受不到我的爱 为什么你收不到我的爱 我就开始改变 我就开始改变 学习怎么先 receive love 学习怎么先去收爱 从我的小组长的生命里面 接受爱 从我的小组长身上去接受爱 开始也 receive trust 也都接受这个信任 让权柄对我的生命说话 让权柄对我的生命说话 然后有爱有信任 有爱有信任 然后我就开始牧养 我就开始牧养 我就开始牧养我的小组 牧养我自己的小组 感谢神我现在是小组长了 感谢神我已经我立成为小组长了 我有一个列国的小组 我有一个列国的小组 我很爱接待 很喜欢接待 很爱煮饭 很喜欢煮菜 所以我每次小组的时候 我都会马上全息的接待 每一次小组都像满汉全席 这样去招呼他们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接待和煮饭是我的必应 发现接待和煮饭是我的必应 我就开始 更多地去 爱我的组员和我的团队 更多的爱我的组员和我的团队 接待我的团队 接待我的团队 带他们来我的家 带他们来我的家 跟他们不只是有工作上的接触 不只是有工作上的接触 为饱他们 为饱他们 帮助他们 爱他们 帮助他们 爱他们 所以多谢牧师师母 所以很多谢牧师师母 呼召我们来香港 呼吸我们来香港 如果我们没有来香港留意 如果没有来到香港挪一 我们的生命真的会很不一样 生命会很不一样 可能我们连婚姻也没有了 可能连婚姻都没有 我们这个改变真的是都属于神 所有的改变属于神 谢谢 谢谢 感谢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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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